坊間常常都會有人說吃白飯不健康 但不吃飯又可以吃甚麼呢 紅磡有一間椰菜花飯專門店 就主打用椰菜花代替白飯 本身餐廳有六個飯 四個是椰菜花飯 非飯是椰菜花、禮物、杏包菇 它是來自日本 本身日本是一個椰菜花 我只加了禮物和杏包菇 多一點口感就更好吃 給一些可能接受不到 只吃椰菜花的人 可以嘗試一下低糖飲食 椰菜花飯主要的食材都是蔬菜 所以每天都一定要新鮮製作 每天就會有菜單送過來 然後我們就會早上開始製作 首先把椰菜花切碎 然後才煮椰菜花 預先煮一些禮物的禮經和杏包菇 差不多椰菜花花的時候 就混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開始上菜 滑蛋雞也要配我自己調的雞汁 然後配洋蔥和大概100克的雞肉 所有肉類都是100克和飯都是200克 然後配美國的雞蛋兩隻 然後就煮熟了 就是這樣 整體用料健康 吃起來有咬口之餘 還富有飽幅感 配上其他材料小炒 製成的當飯都一樣好味道 剩下兩種都是素食的 有五木炒菜配咖喱禮物 還有水果時鈴沙律配咖喱禮物 上面有五款不同的菜 都是隨心扶隨意 但平常都不止五款 五木炒菜 椰菜、青瓜、車尼茄、蒟藥 和三款不同的菇 其他還有護絲或豆泡是很隨緣的 有便有 有時可能用完便不會放 當初老闆接觸到飛飯 是因為看到一個日本節目的介紹 聽起來覺得挺健康 於是就開始嘗試用椰菜花飯取締一般白飯 我都吃了年紀 你感覺到人是不同了 以前可能走樓梯 地鐵上來已經喘氣 現在根本都不會 然後你覺得體重沒有掌握 但其實人是確定了一點 因為我沒有用太多防腐劑或者美精 儘量不放任何外加的東西 我都不會放的 外面根本你都沒有 不如現在不如自己開一間 因為我只有椰菜花飯吃 即是我沒有米 沒有任何澱粉質 或者麵粉麵包的東西 我都沒有 可能其他餐廳會有這個飯 但它會有其他東西 即是它不是主要 只是我這間非飯才是主要的 椰菜花飯專門店 老闆還表示 因為家人的離世 令自己開始關注飲食健康 其實現在時代不斷說健康生活 其實也是要走的這一步 去到我年紀其實都不小了 我今年37 因為我媽媽其實都已經不停到一段時間 都有九年的時間 其實我都很深深感受到 他們吃不到食物 他們的病那種辛苦上 所以我寧願不如我年輕一點 去打好底 儲多些健康 我慢慢的時候 我不是瘋狂吃的 至少我吃到自己想吃的東西 做到自己想做的東西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